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北京调研时强调 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单位 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 仅仅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 科学发展上水平 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 充分借鉴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的经验 突出实践特色重在解决问题 切实把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好 开展好 3月25号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陪同夏 先后到房山区长阳镇 寒村河镇调研 详细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情况 习近平来到长阳镇新农村信息中心 视察了闭录视频会议网 广播网 宽带网 有线电视网 四位一体运行情况 充分肯定他们运用网络 加强党员教育培训的做法 在长阳镇宝和庄村和寒村河镇寒村河村 习近平视察了村级组织活动阵地和新农村建设规划 他指出 加强基层党的工作 关键在于把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好 有一个好的基层领导班子 就能带出一支好的党员干部队伍 就能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奋斗 就能干出一番事业 习近平强调 要注重从各方面优秀人才中选拔基层干部 特别要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 到乡镇 街道 社区 农村工作 要深入总结这方面经验 建立和完善激励大学生到基层干事创长效机制 努力使大学生能够下得去 待得住 干得好 留得动 调研期间 习近平召开各级干部座谈会 同他们共同探讨 如何搞好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和基层党建工作 习近平强调 参加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单位 目前正处于学习调研阶段 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提高认识放在首位 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中央规定书目 围绕科学发展主题 深化解放思想讨论 开阔眼界 开阔思路 开阔胸襟 与时俱进地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要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 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引导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切实加强理论修养 政治修养 道德修养 纪律修养和作风修养 加强主观世界职业的民众 参与这下 大挖40公分 下边铺一层薄膜 膜上面铺20公分 再把剥膜的封盐 上面再浮 20公分的这个土 这样的土壤比一般土壤提前解冻 水稻提前预央 增加水稻生长期 每亩能增产100到150公斤 改变过去 剥种时才铺地膜的老做法 在秋天风冻之前 春天解冻之前两次铺膜 今年甘肃专门拨付1.2亿元 推广全膜双笼钩拨新技术 这种技术能使地里 保存三分之二的雨水 大幅提高土地的抗旱能力 今年以来 甘肃已完成农田附膜 400多万亩 针对往年的种植经验 今年辽宁省大面积种植 早熟的春小麦品种 并精选麦种低温处理 加速小麦的花芽分化过程 增加了小麦的亩产 国家农机下乡政策 带动了各种农业新设备的推广 像山东烟台的这种花生播种机 特别适合丘陵山地使用 一台机器能顶80个能力 在河南 一种检测病虫害的新设备 今年也下到农田 它可以弥补肉眼观察的不足 通过捕捉漂浮在空中的包子 准确判断麦田是否发生病害 日前农业部已派出多个工作组 吩咐各粮食主产区 因地质疑开展农业技术指导与服务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安徽一些中小企业 在危机中捕捉逆势而上的机遇 重新定位 使企业发展空间得到了出展 安徽中顶集团 是国内知名的汽车橡胶零部件生产企业 去年企业增幅比往年下跌20% 这让企业开始把目光描向国外寻找机会 通过这起收购 中顶公司利用美国这家公司的品牌 把产品卖到了美国 在德国 韩国等地 中顶公司也收购并购和参股了三家相关企业 这些举措使企业的产品 卖到了世界主要的汽车生产商 今年头两个月 企业已实现2000多万美元的产品出口 和中顶集团不同 生产电容器的安徽飞达电子 搭上了国内家电下乡的顺风车 每天都是24小时上班 工人上班的时间都是按照三班至八小时来进行认账 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这家企业的开机率只有60%左右 后来抓住家电下乡政策的机遇 企业实施产品改造 升级后的电容器 在农村电压不稳的环境下也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寿命更长 上市后立刻引来许多订单 不久前 飞达电子受到了德国著名电子制造商艾普克斯的青睐 通过合资 与国内国际一流的家电企业建立了供货关系 今年以来已收到6000多万元的订单 为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去年底安徽省启动专项担保资金 目前已为470多家企业担保贷款57 今年头两个月 安徽省中小企业进出口额达到7.4亿美元 同比分之2.8 本台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 最近社会上出现了关于恢复五一长假的议论 个别地方也在考虑出台相关调整措施 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责承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 经国务院同意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这一办法是在广泛征求社会定节假日 丰富了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文化内涵 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休假福利 新办法实施一年多来 总体运行情况良好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休假休闲需求 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肯定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 二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该通知已对2009年元旦春节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 做出了具体安排 各地要认真执行 不得擅自调休 自行安排 落实职工代薪年休假条例 单位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 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 三 清明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 要及早合理安排 节假日休闲旅游 交通运输 生产经营等活动 妥善安排好 节日期间值班安全保卫等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度过节日假期 当地时间26号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在内比都会见了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主席丹瑞 李长春首先转达胡锦涛主席 对丹瑞主席的亲切问候 他说 中缅两国是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建交近60年来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缅友谊 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彼此信任 真诚合作 已成为中缅友好关系的主要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缅目离友好合作关系又取得新发展 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各领域务实合作日益深化 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密切协调和配合 包拨情谊内涵更趋丰富 李长春说 在当前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 进一步发展中缅关系 面临新的重要机遇 中方将本着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和牧林 安林 复林的周边外交政策 积极推进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鼓励中方企业与缅方 在能源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工业 矿业 通讯等 重要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丹瑞表达了对胡锦涛主席的良好祝愿 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 他说 双方在新形势下 进一步发展各领域的互利友好合作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相信两国日趋频繁的高层互访和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 将有力地推动缅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丹瑞重申 缅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支持中方的原则立场 应缅甸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抵达仰光 开始对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缅甸仰光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温敏 先期抵达的李长春陪同人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 和中国驻缅甸大使叶大波 使馆工作人员 以及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接 李长春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 转达了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李长春说 中缅毗邻而居 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50年代 中国缅甸印度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新世纪以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缅目离友好合作关系又取得可喜发展 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提升中缅目离友好合作关系 推动地区和平发展 此前李长春结束了对澳大利亚的正式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政策